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女人 竟能在短短13年内 一跃成为副厅级干部 同时脸才超千万 倒在她裙脚下的男人非富即贵 多达40余人 甚至在被捕入狱后 她还能成功怀孕 为自己争取到了缓刑的机会 这些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经历 蒋燕萍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958年 蒋燕萍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家里人口众多条件艰苦 也因此读初中时 她就早早辍学 为家里减轻负担 这样的生活使得蒋燕萍下定决心 一定要走出大山出人头地 所幸她还有交好的容貌 蒋燕萍知道这是自己 唯一拿得出手的王牌 1976年 17岁的蒋燕萍来到查林县插队 看到公社领导看自己时 那垂涎三尺的目光 他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主动委身公社领导 他将这个决定 视为改变命运的跳板 尽管这个老男人比他大31岁 仅仅一年的时间 蒋燕萍便在公社领导的推动下 成功走出了大山 被分配到城里一个 效益良好的工厂做工 本以为这是结束 起料这才是蒋燕萍 全色人生的开始 两年后 蒋燕萍又成功勾搭上 厂里的上级领导 在领导的安排下 蒋燕萍如愿来到长沙 成了湖南建工集团 分公司下属商场的 一个仓管员 这份工作体面又清闲 但蒋燕萍还是不满足 看着商场里来来往往 衣着鲜亮的成功人群 蒋燕萍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他想要跨越阶级 于是没多久 他又凭借着自己的美貌 搭上了分公司副主任的快船 在这位副主任的安排下 年仅25岁的蒋燕萍 摇身一变成了商场的总经理 从这之后 蒋燕萍形势越来越大胆 职位节节高升 一度脸才超千万 这其中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女人 竟能让40多个男人为命是从 短短13年就从村姑 一跃成为副厅级干部 脸才超千万 甚至还能在狱中离奇怀孕 取得缓刑资格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成为商场总经理后 蒋燕萍结识到了更多的权贵 在长期的酒色生活中 他逐渐摸到了一个真理 女人玩男人不能不讲档次 只有懂得开发和利用男人资源的女人 才算得上真正高明的女人 于是在如愿当上湖南建工 六分公司劳服经理后 蒋燕萍又把目光 放在了当时的油水肥差工程业务上 为了接到油电系统价值近六亿元的巨额工程 蒋燕萍再次出山 将自己的美貌当作利器 射向了当时的湖南省油电局局长 在蒋燕萍的肉体和美貌公事下 张局溃不成军 蒋燕萍及其家人顺理成章接管了六亿元的工程 最后再从中中饱私囊 为了敛财 当时的蒋燕萍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哪里有大工程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再打听到省纪委驻北京处要扩建装修 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勾搭上湖南省纪委员副主任 用美色和金钱诱惑该副主任 将工程承包给自己和亲戚 这样的事情不断在当时的长沙官场上演 靠着这样异于天人的手段 蒋燕萍共累积接到了十亿元的工程 为自己和家人亲戚敛财大开绿灯 除了这些大钱 蒋燕萍对于那些一万几万的小钱也都来这不惧 只要有人贿赂他就收 如果底下人不懂事 没有按时进贡 蒋燕萍便会想法子将其调走彻职 正是这样的权色交易 使得蒋燕萍在1997年 又被提拔为湖南建工的副总经理 而此时他才37岁 就已官制副厅级 那么蒋燕萍的贪污行径 究竟是被谁揭发的 他又如何在监狱中怀的孕呢 点个关注 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一桩震惊中央的大案 湖南省第一女贪蒋燕萍 13年脸财超千万 被捕入狱后还能在监狱里怀孕 他的全色人生到底发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988年 时任湖南人大代表的陈荣杰 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信上写着 时任湖南建工分公司商场总经理的蒋燕萍 贪污受贿5万多元 经过一番调查后 陈荣杰于1989年向组织上报了此事 接着商场的职工也向检察院举报蒋燕萍贪污受贿 但最后结果却是这些举报的职工纷纷被撤职 蒋燕萍甚至还嚣张地表示 他的上面都是人 告他的状就是自不量力 之后的蒋燕萍更是节节高升 而这时陈荣杰也到了退休年纪 但他却将搜集蒋燕萍犯罪仪式放在了心上 在之后的几年里 他将收集来的证据不断上报给上级领导 频繁进出检察院 但结果都不了了之 直到1998年 他掌握了蒋燕萍贪污6亿工程款的证据 直到事情重大的陈荣杰 便将举报信以别的名义既往最高检 中央知道后十分重视 立即派工作人员调查此事 1999年 湖南纪委对蒋燕萍采取了双规 最后经有关部门查获 蒋燕萍13年间贪污受贿的金额超千万元 性质十分恶劣 同年8月 蒋燕萍被转到汉寿看守所等待最后的审判 但谁知这个节点却发生了意外 蒋燕萍竟在监狱里怀孕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蒋燕萍知道自己罪孽深入难逃一死 为了最大程度争取机会 他不惜重操就业 在监狱里用美色勾引了当时的汉寿看守所所长 没多久 蒋燕萍便怀孕了 因为我国刑法规定 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所以不得不将蒋燕萍的刑罚 从死刑改成了死缓 两年后 蒋燕萍在狱中积极表现 先后减刑为无期徒刑和18年有期徒刑 而那位看守所的所长 因受不了诱惑滥用职权 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 而那40多位和蒋燕萍有全色交易的干部 也都在他落网之后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正如我国那句老话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